在动物园旁边这里还有一个海洋馆 这个海洋馆的门票也是30块钱 那我现在从这里带大家进来看一下 这个海洋馆其实如果说带小孩过来 亲子游还是不错的 你看一下从他进来之后 这里面就是做了一条参观路线 这里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都是一些海底的各种鱼类 这边还有鲨鱼 小鲨鱼 都说千年的王八万年龟 这里还有在这里一动不动的狐龟 这边还有一只比较大的 看一下这里有非常漂亮的红色的鱼 这个鱼呢 它在水里面感觉好像一动不动的 像这个鱼呢叫做图利鱼 它主要是分布在南美洲 像巴西亚亚马逊的合育 再看一下这种青黄色的小鱼 也是非常的漂亮 这个鱼的名字跟它的颜色非常的搭配 叫做菠萝鱼 你看它长得就像菠萝一样 我们看到这条像鲨鱼一样的鱼呢 其实它不是鲨鱼 叫做鱼 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叫做中华鱼 这种呢也是非常具有观赏性 一般很多的这种海洋馆呢 都会有这个品种 这条叫做鸭嘴沙 这条叫做鸭嘴沙 你看一下它的嘴部啊 就像一个鸭嘴 看一下像这个有点像 灰龟的外壳一样的这个鱼叫做鱼 当然它都是趴在水底下 趴在这种地面 这边还有其他的品种 可以这里看一下 让它起来之后 它的身体是属于那种眼平的 就有点像溪在地面一样 你看现在这个是它 漂浮在水中的状态 看到它的眼睛没有 非常漂亮